好,下面我们来看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从哪里来获取这些内容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大家在基础篇的学习过程中 更多的是以感性的理解 那么它主要的学习目的 是在我们后面学习到 Web优化技术的时候 诸如比如我们的图片属性 背景优化 精灵图这些概念的时候 我们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 知道它们的目的 和以及它们的优化原则 那么当然在我们后面 学习的逐步深入过后 我们对这个部分的理解 会更加深入 那么对我们后面 还有设计的一些Web原理 服务器原理 可能会更多的加深印象 好,下面我们先看到 我们的Chrome浏览器 那还是回到我们在检查按钮中 大家看一下 在检查按钮中 我们还有一个选项叫Network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Network 好,现在我们重新的刷新一下 我们这个淘宝网 看一下,大家看看这底下的一个动作 好,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些页面 看到这些元素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直接 它会显示 直接的在我们屏幕上显示的 而是什么呢 你看我刷新过后 大家看 其实大家会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很多很多文件刷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也说其实我们就是把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文件 从我们的什么呢 从我们的淘宝的服务器上 从一个一个的什么呢 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可能比如 包含我们的什么文档 包含我们的等等一些图片 还有一些后面我们会学习的脚本 都会把这些文件 全部的下载到我们的本地上 然后在本地上 然后由我们的浏览器进行什么 一个一个的渲染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或者从我们这个过程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最下面我们会有一个 加载时间的一个显示 所以说从效率角来讲 我们希望什么呢 是不是时间越短越好 这样用户的体验会越来越好 那么怎么去优化这个时间 其实就是我们在后面编程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们 只要把东西写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呢 并不是 我们还需要一定的考虑什么 一定的优化特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关于从哪来获取这些内容呢 是由我们专门有一款服务器 来提供这些内容的什么存储 然后呢 我们的浏览器呢 通过去向这个服务器 请求这些数据 然后把这些数据呢 下载到我们本地 然后再经过浏览器的一个什么 渲染过程 那所以我们在企业开发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在刚刚调试的时候 我们可能把我们的文件写到本地 但最终测试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把它部署到什么 服务器上 然后进行我们的什么 实际测试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我们说的 Web工作的一个原理 首先来说呢 我们说工作的最主要的地方 也就是最终的终端 实际上是我们的什么 浏览器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常用的浏览器呢 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第一个呢 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Chrome 是我们Google公司来出的 然后呢 我们的微软的IE 然后呢 还有火壶 还有我们苹果公司的Safari 然后呢 还有Open 这些浏览器呢 在目前的市场份额来说呢 占用占比还是比较大 当然最高的应该还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Chrome浏览器 那这个浏览器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什么 去解析我们的一些什么 文本文件 而且这个文本呢 是必须按照我们W3C 组织进行的什么网页规范 去定义的这个文本文件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浏览器 那么浏览器呢 一定要注意 它只能去解析什么 文本文件 但是呢 文本文件中呢 我们真正能够让浏览器 能够达到效果的文件 其实只有什么 三种文件 CSS HTML 和GS文件 那么其他的文文件呢 其实在浏览器中 虽然能看到 但是呢 并不能达到我们用户 想希望的效果 对不对 好 其次呢 还有一部分文件呢 我们把它称为非文本文件 比如说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PDF 甚至来说我们的Word文档 对不对 这些文件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什么 是非文本的 也说我们可以用记事本 打开一个这样的文件 你看一看 它里面是我们能看得清楚的字符 还是说是一堆什么乱码 那么通过这个来什么 来判断 我们到底是我们的普通文本文件 还是我们的什么 二进制文件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这些文件呢 我们可以都称之为什么 最终在我们的本地上去承载 然后呢 把这些本地文件呢 交给浏览器进行解析 好 让我们的浏览器来请求这个服务器 然后获取到我们的本地 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所以说这个呢 是我们要注意的 在我们在浏览器中工作的一个什么 工作的一个基本流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说了 我们的核心呢 其实就是在浏览器遵循的一个规范 但是呢 在各个厂家呢 由于历史原因啊 它并没有最开始 因为规范是后面才有的 而不是最开始有的 所以说呢 在各个浏览器 在进行这个研发这个浏览器的 这个实验室中啊 他们会有制定了很多很多 自己私有的标准 所以说呢 在我们开发过程中 就会涉及到一些什么 同样的文件 在不同的浏览器中呢 呈现的方式会出现不同 所以说呢 在我们在很多场合中呢 我们就必须要清楚 我们某些浏览器 它使用什么样的什么 内核来解析 然后通过不同内核呢 然后来限制我们 在程序中啊 或者在我们代码中 如何去什么 规避一些这样的风险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列出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现在大家可以不用去 特意去记 有一个理解就行 等我们在后面学习的 不断深入过后呢 慢慢的 我们能够理解到 后面我们写的这一列 就是CSS3中的一些缩写的 这些选项 能够有一个印象就行 其实用的多了 自然而然也就记住了 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先要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浏览器啊 并不是说 是用同样的核心 去进行解析的 如果大家都用同样的核心解析 那么可能我们就遇到不了什么 太多兼容性的问题 那么主要的核心呢 主要在咱们在整个市面上 主要用的什么 就是四种 那有些同学说 可能没有看到像什么 360浏览器啊 或者遨游浏览器啊 对不对 这些 那这些浏览器呢 其实啊 都是在基于这些内核的基础之上 这么的 做了一个什么 一个变化 也就是它的把外观做了变化 但是它的核心 还是这些 而我们开发 Web的同学啊 其实呢 最终还是跟这些核心在打交道 而具体跟哪个浏览器 关系不大啊 不管是360还是QQ浏览器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 第一类的内核呢 我们称为比较有名 叫做WebKit内核啊 那这个内核 大家要把记住 这个内核的最具备 最具代表意义的两个浏览器呢 一个是Google公司的 什么呢 Crime浏览器 一个是苹果公司的 Suffer浏览器 然后呢 它在我们后面 如果做兼容性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选项 叫什么 WebKit 然后进行一些什么 针对这个浏览器 针对这种内核浏览器的 一种什么 一些效果 规避 就相当于我们装修的时候 像这种装修风格 我们就要用这个东西来代替 这个浏览器中的 叫装修风格 然后呢 我们的火壶呢 它是另外一套浏览器 另外一套的内核 那么这个内核呢 内核可以不需要记 但是呢 缩写尽量去记住 很简单的理解 什么MOZ 那是这是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看一看火壶的历史 可能也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的缩写的意义 然后IE 就是我们微软 鼎鼎大名的微软的 IE浏览器 那么它的浏览器呢 是采用的另外一款内核 所以说经常我们会看到 一些文章说什么 IE浏览器 跟我们的什么 苹果这些部分 会出现什么 不兼容 就是看到的效果不太一样 好 然后呢 这个浏览器的内核的缩写 叫MS 然后最后还有一种呢 这个可能在我们国内用的不多 叫Open浏览器 它的缩写很简单 就是-O 那么这个东西 咱们在网页中能不能看到效果呢 好 我们来随便找一个 我们还是拿淘宝来举例子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Event 就是我们的元素选项中 然后呢 下面呢 我随便选中了一个这个 选中了一个这个按钮 随便选一个 大家随便去找一个 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框 DIV的框 那以后DIV什么意思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再看我们的装修界面 装修界面中 其中大家会不会看到 有这么一个选项 看没有 是不是有一个-webuket- 然后后面是一堆东西 对不对 那么这个选项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一句代码 只会在我们什么 在我们的webuket的这个内核中 才会去起装修风格的 如果我把这个代码呢 怎么拿到我的IE的论论器上 那么这句话实际上是什么 是起不到作用的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 这个部分的一个最主要目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缩写 能够记住就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